尽管冬季风暴已经将加州内华达山脉覆盖积雪 但是受到常年干旱的影响 加州今年冬季至今 内华达山脉的积雪量依然偏低 相关当局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认为这是好的开始 国家气象局指出 未来几周天气预报显示 降水量较高于正常水平 未来几个月渴望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 积雪量增加是好的兆头 但是持续暖化的气候仍然令人担忧 水资源管理局气候学家表示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平均温度高了2到4度 这就意味着每年会有更多的降雨 但是并非降雪 而积雪能够在季节中保持水分 雨水则快速消散 对加州供水量将相对减少 气候学家表示 人们应该记得加州长达数年的干旱 干旱造成的影响并不容易马上解决 终点频道编辑报道